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个法规从去年4月份开始 调研论证 起草文稿 反复征求中央国家机关 省市 当务政府 业务部门和军队 有关方面的意见 目前各方面基本上达成一致 整个程序报批 如果进展顺利今年下半年 可以提邀来大常委会审议 另外于特议军人把大法想配套的 特议军人安置条例 军人夫妻有待条例 列式保养条例 也在制定和修订当中 计划是今年完成的 如果这些法规取下以后 就能够建立起比较完美的 特议军人政策法规体系 能够更好地维护 特议军人的方法权 全家人的方法规体系 都会吻得更好地 就能够建议军人吗 也是